作词 李宗盛 要不要被时光吞没掉 黑暗无声消失的人 也曾渴望白日里活 被命运祝福的一个 我要怎么挣脱 谁在耳边说 出我中的坠落 那就烦恕我 烦恕我的执着 苦海里奔拥 眼中关下多少作人 不认知道德 或许在旧身上 太难离不舍 微光终于我做 不认知道德 众生的火 我全都遭遇到死 Zither Harp 月昆仑 寿庆挂 岁月昔辰不不还 月昆仑 寿庆挂 岁月昔辰不不还 岁月昆仑 寿庆挂 王爷 怎么了 你们唱的什么 岁月昔辰了 王爷 一定是弄错了 肯定是弄错了 岁月昆仑 寿庆挂 岁月昆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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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站在这儿吧 绍军妃喜欢春花 曾经有个孙明的告诉我 我这辈子能活到一百岁 我想带着我二弟二娘的那一份 好好地活下去 你不是凭了命想要活下去吗 为什么 你不该躺在这儿 你想陨生春花 我不许 你想救子安生 我偏不许 命 不准备死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美 我带你回家 我带你回家 掌柜子 相报 我怎么感觉 阿梅像变了一个人 阿梅姑娘定是不想被人认出来 才干了性子 你们怎么还没改口啊 她现在是花娘子 爱笑的花娘子 挺好的 阿梅姑娘 原居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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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美 花娘子 阿美 花娘子 胜为日昆仑肉身有缺 便是释神不敬 她若熬不過去 天神自会寻找 下一个神石 是 诸君饶命 扛好你的主葬 少君若为阎人再寻愧气 姑就扒了你的皮 是 诸君 诸君 这次可一定要撑过去啊 阿兄 皇上 怎么了 做个梦了 没有 臣妾做了个美梦 我梦见我阿兄来招京找我 王上 我 王上 我 青州之事还是要问过神明之意才行 少君不是醒了吗 你们俩商量这般 孤伐了 末将遵命 将军 青州的事主军何意啊 主军一心想着长盛之事 若青州对长盛无异 与主军而言 可大可不大 只是 少君现在断仗强须成功 主军对他日昆仑的身份愈加热格 所以将军的意思是 我们只能寻求少君的合作了 至少 不能让他阻止我们 将军 将军 清州有信息传来 若此女真的是少君妃 那少君于我而言就是一颗棋子 清州 我是在彼得 王爷当时为师莫买解药 伤其内力 造成气血两须 你一定要快些好起来 卫大哥 药还没有熬好 你还要等一下 阴将军 我是应该叫你梅林 还是应该叫你花娘子 这是给刺史大人进的药 是啊 补气血的 刺史大人得的是心病 心病还需心药医 心病呢 唯有自移 刺史大人是为了救花娘子才受伤的 这是花娘子该做的 依我看 你看给她煎药 已经是帮了她大忙了 她这是沉寂已久 哪有药道病出这种好事 上次自己受着吧 殷将军 今日是为了刺史大人而来 我是为了姑娘而来 寻方营事变 因为你才化险为一 以你的才能 在这小小的饼铺 有些屈才了 花娘子 有没有兴趣来军营 多谢殷将军上师 殷将军是金国英雄 我一直仰慕将军 若是从前的梅林 必定二话不说 就跟着将军走了 可如今的花娘子 就是一名普通的青州百姓 眼下的生活 就是我最想要的生活 殷将军 家国也难 无论我身在何处 我一定挺身而出 保卫家国 不计身死 说得好 如此我便不再强求 梅林 我只叹与你相见恨晚 不晚 殷将军来得正是时候 给刺史大人的药 快熬好了 还劳烦殷将军 帮我带回寻方营 可好 好 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